哈喽大家好 我是业余的郭馆长 不得不说 暑期的七九八实在是太好逛了 大展一个接着一个 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御建博物馆新开的大展 莫奈梵高与现代主义大师 意大利国家县当代美术馆真迹展 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展览不一般 对不对 汇集了莫奈梵高 莫迪里阿尼 米罗等 36位艺术大师的47件真迹作品 展品的时间跨度呢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 从印象的巴黎到抽象的纽约 让观众进览100年来西方艺术发展之路 这个展览可看的重点非常多 由于暑期的人流实在是太多了 我进入展厅后 在一楼稍作停留就直奔二楼了 没错 你所期待的莫奈梵高 杜尚 莫迪里阿尼 等几位大师的真迹呢 全都集中在二楼 而且很爽的一点是 他们把这几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师真迹 都放到了中心区域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奈的睡帘 莫奈呢一生画过200多幅睡帘 这幅是他较早期的作品 莫奈喜欢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间段 去反复描摹同一件事物 所呈现不同的效果 如果有同样喜欢印象派的朋友呢 可以在展厅里多停留一会儿 去仔细地观察一下大师的笔触 通过作品走进大师的世界 看完莫奈啊 很多人我看到都是迫不及待地 往前走去看梵高的画作了 其实啊别着急 莫奈对面就是莫迪里阿尼的画 别错过了莫迪里阿尼笔下美妙人品 我们看画作中 这个经典的姿势 抹去了瞳孔的深邃眼眸 既是对原始艺术的学习 又是这位巴黎才子 对自己内心深处 寂寞忧伤的表现 再往前走 就是梵高的阿尔洛妇女了 画中之人是梵高当年的房东 吉努夫人 这是她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批组画 这次观展呢 是我第一次在展厅里看到杜尚的作品 我们可以在杜尚悬挂在展厅中的 这个衣帽架的下面 好好地想一想什么是艺术 这个永恒的难题 其实呢在这个展览中还有好多可看的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剧透了 展览到十月份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冲啦